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看这个鱼跟别人的鱼在一起有多小 今天最后Jackpot的winner 他钓了一头羊头鱼 所以全船每个人都压了10块钱 然后他最终拿到了最后的 视频是接近一头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walls Bäider》 大小小砂程 震撼大火 我们今天钓的所有的鱼全部在这儿 满满的一大香鱼 这里一共有80条鱼 是全部杀好的 有各种白鱼 有这种红斑 还有我们今天钓了一条羊头鱼 好我们钓鱼这个环节结束 一会儿要回去做大餐 今天真正的项目刚刚开始 走 好我们11个小时的海料全部都结束了 现在回到了我朋友家 今天作为一个专业的美食博主 我们的鱼拿回家 当然要把它来做一顿美食大餐 今天就来教你做烤鱼 这个秘方是我已经尝试过无数回的秘方 每一次做都非常的好事 话我都说直接开始 首先我们拿出刚刚从海里钓上来的鱼 这条鱼已经是海员把我们杀过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顿烤鱼 我们一会儿要用到一种比较特殊的烹饪方式 我们首先拿来对鱼进行一个调味 鱼先进行简单的改刀 让一会儿烤鱼更容易入味 葱 姜和蒜 烤鱼呢前面的调味过程是占了整个烤鱼味道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这一次我给你们这个配方呢 是我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得到的结果 屡次不少 我们用的这种汤勺 铁制的汤勺 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半汤勺的料酒 半汤勺的生抽 少许蚝油 再加入呢一点点盐 家里呢如果有火锅底料的小伙伴呢 可以拿出你们家的火锅底料 我用的是这种清油微辣口味的火锅底料 调味这个步骤完成之后呢 最后的步骤就是撒上一些你们家的一些调味料 比方说你可以撒纸盘粉 或者是像这种羊肉串的调料 好我们的烤鱼呢全部都已经调味完成了 那现在呢是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今天来烹饪这条烤鱼要用的一款神器 那就是空气炸锅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一款空气炸锅呢 是一个已经90年历史的比利时品牌叫做凯瑞克 世界上第一款电面包机就是他们家生成 我是一个很少在家做饭的人 但是但凡我在家做饭 基本上都会用到这款神器 空气炸锅使用的是风热的原理 和烤箱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加热食物的过程中 食物受热的程度更加的均匀 一般来说呢传统的空气炸锅 属于机械式的空气炸锅 比较考验人的烹饪水平不易操作 而这款我要给你推荐的凯瑞克空气炸锅 它有16种模式的选择 在烹饪的过程中 你只要选择你所需的食材模式 轻轻一按就可以等着美味出锅了 整个的烹饪过程可以完全做到无油空气炸锅 使用高温来逼出食物中的油脂 拒绝油腻非常的健康 除了烤鱼之外呢 用它来做牛排 其实更是一绝 牛排属于很不容易掌握火候的食材 一不小心就烤过程 而使用空气炸锅 真的可以做出完美的烤牛排 大家挑选一下 渗中的鱼 试试我做的鱼 试试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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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这是更好 刚才快得了 这个是可以的 也不太好吃 我可以的地雅 这鸡小小的鸡脾椒 有什么小的鸡肉呢 这先吃 这有什么 这而已 他是鸡肉丝 我感觉它要味道 不 因为现在可以为了鸡肉丝 很棒 到了 I tried to buy five dollars 好 我是密妇小哥 不 我是啾啾小钟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给我一个三连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